再过两天 原本6%的消费税将正式下调为零 为消除消费税的政策踏出第一步 全国商家已经准备好应对零消费税 北马饭商总会成员 今天也召开记者会 呼吁所有商家小贩们 响应政府的做法下调自家商品的价格 希望借此降低消费者的负担 他们可以显定他们自己认为适合的时候 不一定说是6月1号开始 他们必须更多这样做还是怎样 在降低的利率方面 好像多少%也是由他们自己去 小贩商他们处理 不过无论如何我在强调 就是我们只是做出服药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小贩同学们 也应该如果尽量的能够尽快尽早 配合我们政府的号召 所以我希望给我们 现在因为行情很坏 所以我们给我们的消费人 不要负担太重了 商会代表表示 国阵政府推行消费税 虽然可以为国家带来巨额收入 但也导致许多贩商 面对通货膨胀的问题 不得不调整价格 以反映实际成本 如今新政府决定废除消费税 商家必须以身作则主动降价 就算是少赚一些也没关系 我们也全部也是跟人讲 6月1号开始 如是我有存货 我们也是没有算 赚少一点 赚少一点罢了 那个6%我们自己亏一点 好像那个做油这样 你刹上其极也不多 人家讲我们之前已经赚了 赚头亏尾也是没问题 这个是小数目 我们也希望长期下去就是有的算 陈喜全表示 希望随着物价下降的趋势 能够进一步刺激民众的消费力 促进市场买气 NTV7 槟城采访报道